大家好,欢迎收看克尔新闻,我是Kathy 电动车的趋势锐不可挡 世界经济论坛预估 2040年全球电动车将销售达5亿台 因配套建制的充电桩也至少要2.9亿座 相当于每两台的电动车就需要有一个充电桩 未来全球电动车市场规模预期高达6兆美元 相当于台币180兆元 充电桩的商机大爆发 在飞鸿还有乔威的大涨之后 相关类股一定会掀起一个比价效应 其中还有三档个股可以做留意哦 第一档台达电 在电源产业是排名世界第一 在国内也是最早开始发展充电桩的厂商之一 通用汽车的充电站就是由台达电所供应的 在台湾台达电的充电桩 也可以在许多政府的停车场中随处可见 第二档件核心 车用产品分为连接器和充电枪 充电枪的部分打入了特斯拉及欧美车系 营收占比10-15% 照公司的说法营运的谷底已过 在第二季的时候 业迹将会逐迹成长 第三档维希 出货的产品除了充电桩的线材之外 也包含了部分的充电枪 另外维希也是Spare X的线材主要供应箱 以上资讯提供给大家 有任何问题都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 喜欢我的影片不要忘了帮我点个赞 那可新闻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